視察北傑新義東延斷隧道 台北市長柯文哲趕在卸任前受政機 看來卻像是替接棒的黃珊珊拉台聲量 卻遭質疑這條線在前市長好龍斌任內規劃 柯文哲指示在收割 新義線東延斷任內開工 還有萬大一起任內開工 搶工程政機當然是選舉加分題 只是才剛落幕的雙城論壇 這回中國官媒態度跟往年大不同 過去大肆宣揚 今年卻異常低調 十九日舉辦的論壇 二十日才發新聞 議員質疑 中國勢在配合柯文哲 中國官方刻意淡化的手法 政治評論員溫朗東指指 這代表柯文哲取代國民黨 成為中國支持的總統候選人 居然跟中國一大一槍以後 反而來罵蔡英文說 為何不把攻擊打下來 這個非常荒謬的言論 可以看得出來 完全是配合中國的樣板 所以這個時候也看得出來 共產黨現在選擇的是 柯文哲選擇是民眾黨的一個合作 而非國民黨的合作 這些人當年都說都是支持我的 不過是這樣啦 我也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付薪水給他沒辦法 柯文哲任內最後一屆雙城論壇落幕 但後續政治效應持續發酵 三菱新聞 郭宜萱 廖品居英特報導 中華民眾議員 中華民眾議員